她让挺拔的硬石也能开花 在她不时的幻梦下 她正蓄势待发 这里是闪耀花舞的刘洋 如果问你只有四十秒的时间 要如何展现极致绚烂 又引人入胜的赞叹 刘洋菊花时 用她两亿年的光景 可映出令人为之赞叹的绝响 千年往返的线索 用千丝缔造一久不衰的传奇 农家蒸菜 蒸出令人唇齿流香的好味道 在烟花之乡的刘洋 感受到强烈而旺盛的生命力 伴随着音乐节奏的升起 为了在刘洋花舞的夜空下 看见闪耀光芒的幸福烟花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 是有点像在说故事的感觉 看见闪耀的家乡 有一条美丽的流氧河 它开心的火车 关过了九大王 现在西班牙队 刚刚就是一开始表演的 它是很对音乐的点 就是当你看到音乐有转换的时候 它就会烟火的爆炸 然后感觉是 我喜欢的呢 反而是像中国的 因为它会像搜故事一样 然后带你进到那个情境里面 然后比如说有些会用 春夏秋冬来代表 或是它就说 或是用搜故事的方式 然后来燃放烟火 我觉得都是很特别的 可是很可惜的是 因为今天天气超不好的 然后真的很多的 真的看到有很多烟火 旁边都是黑黑的 都是炸成一团就会看起来 就是蒙蒙的 都没有办法看到完好的烟火 这是很可惜的地方 现在话不多说了 我要继续看烟火了 这次的音乐烟火比赛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共有五支队伍参赛 因为参赛队伍多 在各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 像是比赛时间缩短为十分钟 所以参赛群位 必须在十分钟内编排出来 在燃放场地上 也有限制区域大小 最严格的规定是 燃放产品的规格 像是大号里花旦的燃放数量 就受到限制 少了大型里花旦的造势 又该如何营造出热闹的氛围呢 其实啊 一场音乐烟火的好坏 并不是看产品的数量和大小 而是更注重在曲目的编排 和节奏的控制上 让烟火随着音乐起舞 而观众也可以融入 自己要讲述的故事 和表现的意境中 现在就和韦韦继续欣赏 第三队西班牙队的精彩烟火 仰望夜空的同时 也让韦韦想到 现在基于环保意识抬头 小时候啊 在过年假期放鞭炮的景象 在大都会里越来越难见 反倒是每到跨年倒数 广场上挤得满满的人潮 守候了一整晚 为的就是这燃烧瞬间的美丽 可见 电话的美 还是令众人难以滋拔的 今晚 不必再局限188秒的短暂绽放 可以大肆自意的按下快门 在按下快门的同时 大家知道 这绚烂背后付出多少代价吗 十分钟大约这些烟火 总共花费了多少钱 这什么好奇的 感觉应该很贵吧 因为是 这也是原产地 都是厂家自己来提供的 我想成本的 蛋的本身成本应该在十几万人民币以上 那么当然还不包括其他人工跟设计 人工跟设计 所以像这种活动的话 在别的地方来做的话 可能至少是三十万以上的一个 一个报价的一个费用 三十万以上人民币吗 对对对 所以换算的台币就是一百五十万 好贵哦 十分钟突然的绽放就花掉了 一百五十万 那速度就是相当的精 十分钟烧掉一百五十万 这是很肤浅的说法 却也是最真实的一句话 就像石总所说 燃放是烟花的商业行为 艺术行为的结合 烟花品质固然重要 但通过科学的排列 与燃放时间控制 能将烟花美感发挥到极致 让观众获得最佳烟花艺术美感 我想这就是身为烟花制造 和爱好者结合的最佳写照 接着是第四队 清泰烟花的表演 清泰烟花擅长于将画意 音乐美学等元素 融入烟花表演之中 在零八年 也参加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的烟火燃放 而这次采用的是四季为主题 随着音乐与烟花设计 抬起头就看到不一样的故事在上演 也真的让人感觉到四季鲜明的变化 虽然中间没有多加旁白 但在音乐与燃放的烟花带领下 不需要过多的说明 自然可以融入故事情节里 自己就像是上演中的一个角色 感受到万物大地变换的震撼 这也就是音乐烟火比赛的目的了 敲 confort 门 冰 躺 琴 戴 或 ��oc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对于烟花的产品结构 花色效果多有研究 先后也承办了 一千多场次的烟火燃放 所谓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功 一场烟花的台下准备 虽然没有到十年的光景 但背后复出的 却集结了许多人的心力 才完成